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四節了,这节我们时间短暂,因为十, 我们就要交场,刚才我们提到苏美尔文明和阿革文明的先后, 那几度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不用看,我有本书,马上找回,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件事, 究竟是鸡鲜还是鸡蛋鲜呢? 埃及现在追索文明, 可以远至公元前的六千年, 因为文明的起源, 但文明的起源之后, 那时人们在追查, 发现文明之前有一种文化, 初初是赦富莱斯順和文化, 即是两个之间的分别, 他都将引证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 其实如果相距来说, 他找到现在的证据, 就是他会组过二千五百年, 这是一个很实体有文物的认证, 但是他追索的文明, 我们上次讲过展览的时候, 都有提及这种方式, 所以你刚才都问, 算起来哪个文明早的话, 应该都是苏美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中国会更早一点? 中国其实是六千至七千之间, 是不超过八千的, 如果你算起来, 苏美是会更早一点的, 所以有人都会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中国都有些学者认同的, 就是我们的文明的源头, 都想向苏美是谁来的, 尤其是畜牧文化, 是不是三星堆那些? 三星堆这个值得好讲, 因为以前我们也没有触及这一点, 就是为什么呢? 三星堆如果你看到现在, 政府不是很想去讲这件事, 不想讲, 挖出来没办法, 就是熟组, 但是历史上没有记载这件事, 熟组也不是这样的, 历史上没有记载, 在这一部分有这样的文明, 那问题就是, 如果你没有记载的话, 那一定是外来的, 换言之这一部分的文化是来自外国的, 那这些是政治上的禁忌, 那是绝个人的, 自古以来的, 原来自古以来都不是你, 就是关乎各个僵土文体, 这个是第一件事, 而且里面的所谓的形象, 青銅像, 青銅像, 全是大眼的那些, 不是我们的, 特别是那棵樹, 生命树, 那棵生命树, 其实是来自西亚, 即是西亚那部份, 譬如说那些, 聖经里面的那些, 那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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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差不多全世界有类似的问题, 都是这样处理的, 是, 你现在看到这些, 这些树, 这些树, 你问什么, 我告诉你, 原来很多东西都存在, 是不做研究的, 那你要问原因, 为什么要这样, 是以救人, 还是什么, 你接着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否说出来之后, 对现在这个政治有影响, 原来有的, 他们在耶犹, 也不能挖, 因为挖了, 原来不是死, 连人就很糟糕了, 你挖下面那些, 那些原本不是犹太人的, 那些东西是第二个, 大家有吵过, 有吵过, 那整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 是讲了一些神话给你听, 就是令到你自己, 我有了答案, 我不用再想这些事情, 就是整件事, 现在变成娱乐, 所以刚才你说, 譬如说, 涉及到埃及, 以及米苏巴拿米亚, 你有可能就说, 米苏巴拿米亚是最先大, 问题就是, 埃及的文化超前很重要, 就是他稍后做的, 是全部, 除了超前, 还是强势, 他在那里, 就像秦始皇那样, 统一了他, 其他那些麻烦, 就不要说那么多, 总之不要说, 而且做完那班人, 是闪了,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看到埃及巴, 以前是继续这样, 其实那班人, 都完全不是那班人, 那班人已经走光了, 他们做, 他们写的东西, 你又不明白他说什么, 现在这班是另一班人, 现在这班人都不是马其顿人, 都不是阿历山大大帝那班人, 当然我们的计划就是, 是不是都不要紧要, 但原来在那里很紧要, 当然不要紧要, 即是一句名分, 原来是招牌, 即是说, 明天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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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历史问题, 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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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回涉型文字那里, 我刚刚也看回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因为人们去研究, 要用数学去研究, 其实古巴比伦的涉型文字的那种数学, 它已经是六十进制, 这个就是相当之一个复杂的, 我们现在是十进制, 很容易十只手指这样计算, 可想而知, 去到后来我们, 如果研究涉型文字那时候, 其实里面有很多古代的知识文明, 流了在那里, 我们会眼界大开, 但是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就非常之少, 好像西琴的那些作品, 都是刚刚有中逆版的, 没错, 要看很久才明白, 是的, 如果古文明的问题, 和UFO如何回答上关系? 其实, 到了那个, 那时候, 就是一个迷思, 究竟那群是古外星人, 还是, 或者是, 时间已经破碎了的那群人, 因为, 如果我们讲古文明的, 就是, 比较上具体一点, 可以将它, 就是用一种我们现在的科学观, 来去找的, 用飞碟学的科学观, 来去看的时候, 都是去到古埃及的, 因为古埃及的, 就很明显, 你会看到, 真是天狼星的, 那些来的, 就是具体证据, 或者, 它在文献里面, 砌到这个, 紀錄比较多, 论点出来, 但是, 去到它, 原来, 这个古埃及的, 这个叫做文明之前, 还有一堆这样的文明, 也就是, 失落的文明, 那你越找到, 那时候, 你会发觉, 它究竟是不是本土, 生出来的文化, 还是, 走出去, 然后再回来的那种呢? 还是, 纯粹是外来人来的, alien来的呢? 那样, 就开始是迷思, 去到那里,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方向, 但没有一个答案,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用飞碟学角度来说, 那里, 就已经不是这样叫我, 你认得出事, 算了, 就认识, 要找一些具体的证据, 没错,没错, 没错, 去到这个阶段, 但是具体证据, 就有一些有的, 是, 譬如这些是, 是, 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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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 有时, 这个是好笑的, 这个是, 名符其实真的有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壁画, 是的, 有些是偽造的, 有些是偽造的, 但是, 这个就不是, 这个就不知道了, 就是, 你看到有些, 有些是, 但是有些是, 就是, 古代来的, 迷得下来的, UFO的证据, 的而且, 在埃及落属的很多庙, 他留下的那些, 壁画, 我们到今时今日, 都未曾完全破解了, 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阶段, 基本上到现在来说, 都在深深影响我们, 因为他译错了, 他不懂得, 古埃及的那些, 文字, 他怎样的, 左右右左, 来的因由, 西方很多学者, 都偏了, 只是一个角度来做, 因为简单的举例, 所以我们对现在来看, 就算, 是看古埃及的文字, 我们都, 其实有一个偏差的, 现在都还未跟进回,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进入学院了, 我进入了就没有了, 叫他修改是一个很大的均嵌, 很迹加力量的那些, 即是大移民进化论, 是的, 有时有些人被人消死了之后, 所以西琴本书也有说, 当大移民进化论一出之后, 这些所谓古文明的故事, 就没有人理, 是的, 也就是当我迪生, 拿了版权之后, Tesla那些都已经, 是大移民进化论的, 对吧, 那就是了, 那你如果说, 日后的创作呢, 这些能否提供到灵感给你? 其实我自己就, 真的做实地的, 我每年都去, 不同的考古地方, 虽然就, 很多是喜马拉雅山, 但其他世界上, 其他地方都会去的, 那就, 希望, 其实我有花展来, 但是就不在香港, 不好意思, 在介州, 不是,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去看, 在加州嗎? 對, 為什麼在加州? 因為我去年、前年和四、五年前做過一些畫展的畫 現在他們才寄回來 集中一些以前畫過的畫, 做一次展覽 你剛才說的創令, 換言之你的畫其實跟這些有關? 不只是有關, 其實我的畫是實際實際的工具 對, 因為我現在比較專注研究意識 或是從佛教的角度去做一些正常的研究工作 相對現在或接下來的人類文明 我們有很多行動 本身就已經有過時間 要在高個時間 有沒有一些具體可以透露出來? 意識技術 我們平常討論的, 譬如生死或輪迴 中間是有一套實際技術 那套實際技術, 現在還在運行 很精彩的, 比我們現在理解的那套文明 換言之是那套更新 即是會跟著我們會有一個更新的 很清晰的就是 以後在非洲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新宗教之類的 黑豹 總之有些我們感覺到的 在地球上 不是, 我是正確的 我覺得他說的那些是將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認識很多 譬如美國裏面的黑人的朋友 知識分子那幫 或者做創作深層一些, 或者大老一些那幫 但是他們一早已經有個藍圖 去怎樣 要復興一些文化 或者重新說回人類的故事 一定要在非洲重新做一個研究 其實我們也有個時間 那你覺得香港會怎樣? 香港仍然發揮的作用 就是人們在避難的時候 拿好東西來 但是香港自己就沒有 那些人放了很多正義在那裡 那香港人到時候 我想都走了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很關心 或者用另外一個角度去關心 人類歷史發生的事情 就會找到香港和中間關係 很多改變人類命運的人 曾經在他的生命裡 都跟香港有一點點敵 插了旗 隱性和顯性都是 我們舉例子 我們之前去過青山 背道城在那裡 到19世紀 羅斯福哥媽在香港住 然後鄧小平來香港 孫中山也在那裡 是鄧小平 好像是鄧小平 很多中共領導人都來過那裡 孫中山也在那裡 現在在那裡 我們不知道 現在在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 不要看得到整件事 那麼灰 原因就是 香港如果在這裏 看到UFO 一定有些理由在這裏 不是純粹說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漁村 它是深刻有一個目的 在短期內 又不知道什麼的生活模式 變成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國際大城市 高速的生活模式 你猜打仗會打到什麼時候 現時除了戰爭之外 有多少聰明的人想到 除了戰爭之外 可以解決人類問題 又或者有多少人 擁護這些新的想法 香港來說 我想 沒有什麼 現在這裏 真的知道打仗有多恐怖 你不要說得這麼輕鬆 我剛才第二段 我會說 香港遲些會變軍事 講 香港其實現在 已經搞定了 那些機器 你有空走 這裏走過 但在大埔山上 你看到什麼 你就會 現在香港機場 需不需要用這些 雷達 甚至乎我們見到那些 近近這幾年 很多洪船 發生很多事情 讓大家出發 慢慢你就去理解 無論如何 我覺得 去到2018年 或者打後 其實 很多事情 我們集以為信 要開始改變 即是我們現在這裏 生活的方式 就是很短期之內 是會出現 翻天覆地的改變 會 因為我們做了幾十年人 我們有一種惰性 就是 你以為前幾十年 以後的幾十年都是這樣 不是 是 在這個時候 即是你不多看這些小小的東西 你對於那些突然間的改變 你很難 很難適應 那些人黏了 很多人為了 現在已經很 很多人是 精神有問題 嚴重的情緒和精神病 不止情緒和精神病 不止情緒和精神病 有些怪病 已經有些 是 你看到很多人在街上的行為 很怪異 其實這個 如果你在歷史上看 這是大時代改變的先兆 正如你看到天氣開始很反常 很特別的時候 其實我告訴你 遲些 有些好 我們take it for granted的東西 會不在 大洗牌 大洗牌 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你整個古文明給到我們的啟示 就是 因為古文明 我們現在 曾經出現一個大型的大洗牌 沒錯 這樣才有我們今天這個 我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文明 沒錯 這就是色傳裡面說的東西 但那個大洗牌之前 我們是抹了 Amnesia 抹去了這部份 所以我們不記得 現在就慢慢 這些東西告訴我 找到一個起因 然後就很細胞 因為快到結尾了 妳 剛才講的這 pous voices 第二集的劇本 所以不用找他寫, 快揀我寫 他已經寫了5年, 那個是強迫的 第四季二生寫的 à 2019 現在這邊真的是表演 現在的速度要很快 因為大家也要不要用正常個角度來理解 而這些東西是存在很久,現在是一次過沙拉美 所以剛才說過非洲的東西,現在流行了一句叫做Aerful Futurism 就是黑豹中說的東西,這套東西也不是最近才回來 其實是說過很久,特別是如果你俗識 以前權和阿里信那套Nation of Islam 其實就是飛碟教你 人們以為他以示範,其實他不是 他是說飛碟裏面是黑人 就製造了一隻怪物出來 那一怪物就是白人的樣子 那一隻落地球,然後就奴役這群人 另外到結尾的時候,飛碟這個黑人的科學家就會 飛碟下來救了這群人 是科學家 對,你回去查一下Nation of Islam 到現在還存在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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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阿里就經常說,一說幾次就會看到UFO 那這些是你剛才,為何我們過濾了 就是我們平常聽不到這些 因為我們的媒體就是透露了 這是所謂的French 但是原來在監獄裡面,這群人是很厲害的 美國坐牢裡面的黑人很多是相信這套 簡直是有個大聯繫 即現在還有這個架牌? 有 有 他不是真的改名,他不是真的改名 他是被搗倒了Nug Mix 就是這群人被搗倒他的 即是有人就跟FBI搗倒他的 一般人理解就是黑人內鬼 內控 怎樣內控呢? 當時他們在推出團結的東西 是的,我們主要的結論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戲就是 遲些會發生的事情 哈哈哈哈 喳喳喳喳喳喳 是呀,你不用相信 那些戲才知道 那也要聽聽LMF的唱片 你們唱片就有這麼多的訊息 不用聽的了 哈哈 那什麼呢? 我們說了一些東西 都好像遺留在時差 現在我們十多二十年前說的東西 現在那些人都還在說 我們十多二十年前說的東西 好像現在都相繼地才開始 那些人才明革 明革的社會發展 即是你之前就 不,這個就是精英的理論 佛教也是這樣 有些東西 你說的你都不會明白 但你先種在你的心田裡面 說的,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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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的人都不明白 不過這些東西要留在這裡 有些方法就是你不明白 你要記住它 就是交給將來準備好的人去明白 謊言大悟 始終會開花的時刻 這個是很特別的 在宗教上 在普及文化上面 在很多日常的東西 我們都是靠這種方法去維繫 為什麼你要看到那個符號是這樣 你不需要明白 你要記住那個符號 就是剛才你做了符號 到有一天你就會知道是什麼 不過都不是大部分人會知道 是少數人有這個privilect的人才可以知道 這個是德斯卡詩傳裡面 其中說的那樣東西 現在才知道是什麼 拿著中指 現在在駕駛的士 今天很感謝阿廷 多謝多謝 因為這個訪問我都在此強調 就是我等了十年 不用等了 有些說 不是請他很久 其實我是不敢直接找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MC人告訴你 你的畫展 我才特地看畫展 特地看畫展 不是他站不穿截口 是你們的粉絲 天氣好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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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